因为我现在想要各年度的分析 所以第一件事情是不是要点回去原始资料 你不可以落在产品销售统计这边 要切换回去原始资料 好,接下来我是不是要去做各年 各年的销售 各年的销售 好,所以怎么做这样子的一个分析呢 第一件事是不是点插入 1点插入 2点什么 苏鸟分析 然后再点确定,对不对 3是不是点这个确定 请问我是不是要针对日期 也就是各年来去做分析 所以要点什么 日期 这边唯一有的日期是不是建党日期 对吧 然后接下来要点什么 总价 总价 那你看这边它是不是帮我排出来是什么 日 对不对 2008年1月1日 总共的销售400多万 2008年1月2日 销售不到300万 对不对 好 可是我觉得看日可能太细了一点 我想要把它改成看年 年 总把它换成看年呢 所以有不要随便任何一格 随便任何一格点一下 随便任何一格点一下 没问题 然后你是不是要把年折叠起来 对不对 既然要把年折叠起来 所以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看到一个群组 群组 选到什么 年 那我们把这个月关掉好不好 月 点一下就关掉了 确定 2008 2009 2010 可以吗 甚至如果你希望年跟月 好 那我们就点一下这边好了 群组 年跟月 确定 记住哦 不要用 资料表 用什么 图 好 所以我们就点 书鸟分析图 然后呢 确定 是不是就可以看出来说 哪一年业绩最好啊 09 09年的几月 6月 可以吗 而且他彼此之间的消长的情形 是不是大概就可以看出来 好像有一个 一个 一波 就是 就是 那个 逐渐的上升 可是呢 5、6月 好像下降 可是呢 那个 正是从7月又开始是往下 然后接下来 好像到这个地方有一波 然后这边是不是又有一波 有看到吗 这都是方便我们来去 预测 未来的可能性 好 要不要再讲一次 要 好 那我就先把这张工作表删掉了 就是 我又额外再增加群组 所以呢 我想要去做针对 各年每一月的销售 分析 怎么做到这件事 所以是不是建党日期跟总价之间的关系 第一件事是不是点插入 苏纽分析表 确定 然后点选 建党日期 总价 然后接下来针对这里面的任何一格 点一下 去做群组的设定 可以吗 要勾选到年跟月 确定 接下来画图 所以点书纽分析表 确定 就产生了这张图 然后请你就去检视一下 是不是2009年的6月 业绩最高